里面可以找到大乐透的历史资料下载 那你把它点开来的话 这边就有一个就是乐透彩的历史资料 这个是我们要抓的 那第一个当然你要观察 它的网址里面的话只有一个地方会变 就这个每一页每一页 所以呢我们可以拿那个网路上云端上面的范本 这个范本 这个有个大乐从sub一直到endsub把它Ctrl-C 那这个是下载一页啦 哪一页?下载第一页 所以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我基本上就是要下载一页 那将来其实只需要把这个1改成i for i 等于1到63 然后让它去run 第二个地方的话就是下面这一行 Distination Distination 它是range A1 那这个1的话呢 将来如果你一直放1 Distination就是放的位置一定是A1 A1 第一次放A1 第二次还放A1的话 那会有排挤 它会把原来的资料挤到右边去 OK那怎么办 这个可能要改 第一次放A1 第二次可能一直往下放 OK 所以呢 当然你可以练习一下 我先把这一行C 如果我只希望下载一页的资料 demo给各位看一下 那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干脆放在另外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第二个module 2 好了 把它贴上 那这个意思是说我只下载第一页到这边 执行给各位看 这个是下载的资料 2021的6月4号 号码都下来了 那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它的资料 就在这里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资料 不过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它这个网页的格式 跟Excel的格式不相容 所以造成这边有一些地方可能要变化一下 因为理论上我们应该是A2这个储存格里面 应该放一个是完整的日期 可是它变成说它只有放年 月日放下面 所以应该是 这个应该放一个完整日期 然后这边的话又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资料 全部6个号码放在一起 所以必须把它分开来 然后底下这两列必须把它移除掉 所以这个当后续衍生的问题 都需要做解决 如果你可以解决 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的话 那基本上全部的资料 就可以一气呵成全部完成了 因为最后剩下的时间不多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想要练习的同学的话 可以直接到云端白板上面找一下 这个有个P次 那P次的部分的话 我其实就是把 For i 这个地方 把它改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 这个地方就串一个i 另外的话呢 这个ae的部分的话 串一个r r的话就向下追踪 所以呢我假设呢 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P次下载C 如果把它盖掉 刚刚的这个范围的话 OK 盖过去好了 OK 那这个时候的话 让它跑 不过跟各位讲一下 可能会 跑得比较久一些些 我把这边资料先清空 好 好 那 所以我大概跑个意思 跑个大概三个就好了 三页 第一页 第二页 其实还蛮快的 然后它就把第一页抓下来之后 再向下追踪到这里的下一个 再放第二页 然后再第二页 然后第三页 一直在推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分别可以把这些资料抓下来 可是抓下来之后的话 还要解决什么 第一个 其实理论上只要第一次有蓝名就可以了 下面好像是多余的 第二个的话是日期 这可能要把这日期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完整的年月日 然后再把这个底下的 这个列给删掉 然后再把这个分开 才有办法做出我们最后要的结果 那这个当然复杂度会比较高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我有把那个爬虫的其他相关的程式放在下面 所以如果 不过我是分成不同的Sub去做 比如说删除日期列 复制日期 删除多余的列 然后再去把资料剖开来 用Splitter 然后号码加上去 然后再删除多余的栏 最后呢就是做出大乐透下载 我把它用call的方法去复制上面的程序 所以如果假设 我把底下这一段程式 复制 C 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把云端白板的程式复制 贴到这边来 那执行的话呢 你就执行什么 执行这边就可以了 那我这边设中断点好了 因为如果一执行 它全部应该就会全部跑完了 然后把这底下的资料清空 第一个的话呢它会什么 去call 然后批次大多多下载 OK 有没有它就 当然我现在跑个五页好了 跑个五页 知情 它就先下载第一个 下载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然后就删除 再来就是删除日期列 因为底下有多余的列 我就全部把它删掉 OK 然后呢 再复制日期 就是把年月日结合在一起 OK 年月日结合在一起 然后呢 再删除多余的列 OK 就删除多余的列 然后呢 再增加那个 中奖号码 因为呢 上面的号码 我必须把这个六个号码 剖开来 那怎么剖开呢 我这边想到的方法就是 先在这边增加1到6号 的 然后呢 再把它用Splitter 或者是要剖析把它剖开来 剖到这边来 剖开来 然后呢 最后呢 再把这一栏给删掉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得到的就会是 我们要的解答 所以哦 这个假设全部做完之后 其实就可以延伸 今天的统计分析 那你就可以算出 哪个排名 大乐透历年来哪个号码 出现的次数最高了 OK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所以呢 我大概把一些 大乐透的网路爬虫的要点 就快速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假设想要 细部的在看的话 可以把我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程式 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你会发现很多地方都跟前面写的有点雷同 像回圈 逻辑判断 有没有 回圈 逻辑判断 这些其实前面都有讲过 那 删除列的话 建议是反向 所以有一个step 就反过来删除 不会从 从下到上删 不是从 从上面删下来 因为它一直往上递 OK 那 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呢 另外再找时间 再练习 那今天主要是把那个数学 与统计类的函数 大概 讲了两题 其他的话 也许下个礼拜上课的话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范例 那另外的话 如果大概这些讲完之后 也许我们再来就是 检视与参照部分 有关V卵或查询相关函数 那今天的那个上课 影片 我也把它录下来 一样会放在论坛里面 OK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把那个 细节部分再重新 听过 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OK